揭示时心分别忌妒,心态决定你的状态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世间无知,或为因缘及自然性,揭示时心分别忌妒,但有言说,都无实意。 一般的凡夫外道乃至于二圣人,在看生命的时候,都很难看到生命的全貌。 比如说,看到诸法的因缘声,你看到诸法的相撞,没有看到诸法的本体,看诸法是自然而有,只看到诸法的本体,没有看到诸法的相撞。 我们很难同时看到生命的不便跟随人。 体用的同时关照,这是很难。 所以,当我们去看到因缘声,自然有的时候,其实都是落入了个人实心的虚妄分别忌妒。 这个只有言说像,我们都不能看到生命的真实意。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,因为不能掌握整个生命的全貌。 我们的内心状态有两种差别,一个是六根,一个是六十。 六根是一个感受。 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,产生一个感受,快乐的感受或痛苦的感受。 这个感受传给了第六意识的时候,就产生很多的分别的想法。 而这个根根石,根是主导了感受,石就主导了思想。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,你就知道根根石的差别。 有一个大学教授,他是一个心理学的教授,他找了十个人来跟他做实验。 有一天就带着这十个人到了一个黑暗的房间,点了几根蜡烛。 这个教授带了这十个自愿者慢慢地过了一个用绳子绑成的独木桥, 左晃右晃,从这个地方走到对面去了。 大家感受到那个独木桥摇晃的快乐,走过去了。 走过去以后,大学教授问大家感受怎么样。 说不错呀,这个独木桥摇过来摇过去,蛮有节奏感的。 那么这个大学教授就把灯光又打开一半,大家一看,不得了啊。 这个独木桥下面一个很大的水池,这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,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。 先前大家过去的时候,心中只有一个想法,它是一个桥。 这个时候看到鳄鱼,大家开始注意鳄鱼,已经不是看到桥了,心识开始活动。 这个时候教授说,我们刚刚大概花了一分钟左右就很快走过来, 我们现在还必须走过去,谁愿意跟我再走回去。 只有三个人可以走过去。 其他人看到鳄鱼没有人敢,脚都软了,都没办法动了。 后来大学教授就带了三个人原路走回去了,还有七个人在后面都不敢走了。 大学教授这个时候再把灯光全部打开。 喂,在桥跟鳄鱼中间,有一个安全的保护绳索做的一个网子,你掉下去其实这个网子保护你。 大学教授说,你们放心。 有一个安全网在这里的。 现在你们看到网子了,有谁愿意走过来的? 又有三个人鼓起勇气,走过去了。 其他四个人打死都不敢走了。 那么,这个地方是表示什么呢? 表示其实我们生命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思想来主导。 我们讲心境决定你的处境。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,啊,这个修行,技巧很重要。 其实不是,心态很重要。 你看走路,谁不会走路。 身为一个技巧,你刚刚就走过来,为什么现在走不回去呢? 心态不同了吗? 第一批能够走过去的人,是开创型的。 他看到鳄鱼,他无所畏惧,他对自己有信心。 他认为,我心中没有恐惧,就没有危险。 心能转静。 这种人往往都在事业上是开创型的,打天下的。 第二种人他看到了保护网,他也看到鳄鱼。 他选择相信保护网,他是乐观派的,乐观型。 人生有顺境有逆境,他往往光明面去想,这种人成功几率很高。 第三种人往往看到悲观的一面,他不相信乐观的一面。 他看到了保护网,他也看到鳄鱼,他宁可相信鳄鱼这一部分,他不敢走,注定是要失败的。 所以,我们看到,一个人的心态永远决定他的状态。 你说这个技巧重要吗? 走路的技巧重要吗? 身为一个技巧,你看谁都会走路,但是心态不同,影响了你的行为。 我们看国际的比赛,网球比赛,羽毛球比赛,真正高手相对峙的时候,技巧一定是其次。 你的心理的素质,心态决定你的状态,所以跟本经是一样的。 应观伐界性,一切为心造。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,你就会造什么样的业力,就会变现什么果报。 你的生命完全是从你的现前一念心性的活动显现出来。 所以这个地方讲寻夜发现。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观念,你觉得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, 其实你要赶快去忏悔,不是改变别人。 因为你自己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。 冷眼睛的意思就是说,你要知道生命从什么地方来。 所有的东西都从你的内心表现出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